三個中產黨 其實我們都會明白一件事 很多人不理解 就是民調數字 特別是說選舉的民調數字 越距離得遠的 是越厲害的 所以今天就會說 糟了 川普現在的民調 是這麼多的年輕人最低 連隨便一件 都可以過頭 任何一個派者 隨便派一件垃圾出來 民主黨都會贏 我記得不是一個月 是兩三個禮拜前的事 結果今天 現在川普的民調數字 46至49% 又贏了所有民主黨的候選人 所以如果你現在就說 糟了 如果明天美國總統大選 當初是贏或輸 沒有意思的 但我們仍然可以 從 trend 去看看情況 最近你在美國 有沒有聽過 有些關於川普的新聞 或者美國大選的新聞 兩件重要的 一個就是新聞的角度 當然是彈劾他 究竟是 影響有多大 彈劾他的話 我想人們的意思 都不是說 因為彈劾他 於是便會拉他下來 我想只不過是 如果真的彈劾成功的話 對他競選的連任 就有一個很大的衝擊 我想彈劾不成功 彈劾下都可能有影響 這個其中一個重要的新聞 就是彈劾他 另外一個就是從來 我想我在美國這麼多年 包括我半年前去過華盛頓 一次見過一些政府的朋友 都是說 大家有一個共識的 你知道民調的事情 由他第一次選的時候 之後大家明白到 從來看低他的 我想到今天也是這樣 就是他民調 你看什麼數字都好 就算他說有些高了他都好 從來到今天 都是有些人是支持他 但是他不認的 是 到今天都是這樣 所以他相對其實是 會是真實投票的時候 反映 表現會好過民調反映 你說多川普屬於表現 會好過民調反映的人 是的 因為有很多那些 民生 覺醒民青 就覺得 喂 現在真的沒有理由 選民主黨 但他又不能說出來 唯有投票才表現出來 我心裡有這樣的朋友 認識的美國人 這樣說 現在其實 Bernie Sanders 基本上就失敗了 大家都會看到 他在三個民主黨初選裡面 他的支持度是相對較低的 但是呢 拜登 近來因為有很多相關的醜聞 有些醜聞 他的兒子 尤其是特朗普的談戀案 都跟這件事有關 我看到 最近有一個新聞 就說 他已經過分了 即是他的競選基金 已經不太足夠 即是沒有人肯再滑水下去 即是沒有人肯再滑水下去 即是說 這個就是一個很重要的訊號 可能他都會慢慢走 所以現在高唱入魂的 就是這個Warren 即是另外一個女的參議員 其實他就是Donald Trump 最大敵人 因為我以前看過Warren的片 都是罵Donald Trump 這個人 就是Sukovic 最害怕的 因為他就是支持這個企業稅 以及堅持要打散那些矽谷的巨頭 所以 反過來看 其實很多人就把他當成了 美國版的Jeremy Corbin 因為就擔心他上台之後 就會走一些很左的政策 這個就是這樣的情況 周顯大師 你怎樣看Donald Trump的勝算 或者他競選的方向呢 即是當年的時候 Donald Trump走到一半的時候 我就覺得他會贏 原來我公開都寫過 因為我其實就是這樣 其實這個完全不是因為基於分析 因為基於分析 這個是一個數學分析 就是 數學的定理就是 假如有一副色仔 他經常都開三條路 你只能夠覺得 不是一個色仔 不是一個 有固惑的 什麼問題 那顆色仔又有固惑的 即是說他那一刻他選的時候 我只能夠說 即是說 整個都開這麼圍色 為什麼呢 連續中了這麼多次 我覺得色仔有固惑 就是完全是用另一種分析方法來分析 即是等於用算命來分析 所以Donald Trump 我不知道今次會不會是 會不會是 各種分析方法 但是也是這樣說 在太遠的時候 所有的民調都是開玩笑的 即是 我記得 我想大家應該最熟悉應該都是 台灣 台灣是 真正是瘋狂的 就是突然間 噢 就逆轉了 你不知道會發生什麼事 即是不知道下一局開什麼牌 你到很近才知道 但是民調的計算 我不知道是否準確 但是我看 那些人說選舉民調的計算 其實是 所有民調 即是那個統計學 你是會有一番一個家權 去計算下去 我想你們應該更熟 就是根據每一次這樣的做法 有幾個偏差 你還會將那些偏差 每次和實質的偏差 你還會將那些偏差 再計算下去 還有抽樣的時候 抽人同 所以你將每一次其實 民調是會改進的 即是上次民調的差額 今次還會計算 所以今次無論如何 就應該會對於特朗普開民調 假設他們用相同的改進方法 去改進之前的不足 我覺得今次的民調 應該會準到上次 其實你還要看 因為有兩件事 就是總統候選人的牌 都是可以打的 通常我們講現任的總統 你就可以有一年時間 搞好或是穀行美國經濟 甚至之前我們也有講過 美國的經濟循環 其實就是某程度上 跟總統的選舉有關 即逢親我們說 這個總統選舉的年度 就是會有通脹傾向 因為它就會加大費用 是想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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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當然有很多其他事件 現在才是10月 我們也講過 你有多少牌可以打 你可以跟中國談好貿易協議 你可以再加大 你可以再加大費用 再加大費用 去將負債水平再次提高 但反過來我剛才看538的網站都說 你作為一個競爭者 你有什麼牌呢 你就可以走向中間 他說現在的Warren 他一直都是什麼 他都是一來左 二來就是拿知識分子的票 他是那些左膠文青 很快的 他現在就開始走回中間 就是538就說 他開始從他那些演講 那些廣告發覺 他開始沒有那麼阻礙 另外就開始去提供那些 是沒有學校的選民 就是現在你就會看到 就是我們說在初選的時候 你通常都要很激 去搶那個觀眾 因為你是一個黨的初選 你當然是想拿一些最貴重 最貴重的人 但是當你的初選已經勝券在握 你就要拿那些淺藍 就是淺紅 就是那些共和黨的選別 你就會開始向中間 所以其實兩邊的牌都還沒有打完 現在看為何這麼早的原因就是這樣 其實美國的政治 就是共和黨和民主黨 那個相似程度很強 大家相差不像香港那些那麼遠 大家很多政策 尤其是經濟政策 但是一般來說 共和黨就比較 正如他在香港說 共和黨是比較本土派 即是說很多本土經濟 所以特朗普就是本土的本土 就像如果香港人是敘雪西隆基 而民主黨那些 講普世價值 為何他們要講那麼多 因為他們有很多金融大惡 那些一般來說 就是比較傾向民主黨 即是那些全球化 那些講普世價值 所以特朗普是共和黨 知道共和黨 就很講本土價值 我覺得仍然在這個世界 因為本土太抬頭 所以在這個狀況之下 在這個大氣候之下 我覺得特朗普是會過善的 另外我覺得再強調一點 為何無端端端端端端 為何特朗普選連任勝算那麼重要 剛才Henry提到少少少就是 是會跟中美談判是有很多關係的 尤其是開邊飯都會是 我覺得選完之後 有很多事情都要同真想過 他要是贏了的話 就最後一次了 我就不用想其他事情了 我不用再連任 我沒有辦法考慮 可能他想要走路 或者什麼 總之他就不用想完任 但是我們之前認識到他 他會這樣跟中國談判 用這些手法 那他那個是要有連任這個考慮 底下他這樣談 沒有連任這個考慮 他會怎樣談 可能會轉一轉 另外如果他輸了的話 輸了的話 即是民主黨會上 很大機會 都沒有第三方 對 民主黨是領導 去跟中美談判的時候 他們的談判手法會怎樣 我覺得他會推到從來先 所以不用想 對 貿易戰這方面 我理解 其實很多人都不想 放這麼多的強調 在貿易關稅那裏 他們會 其他那些東西 可能制裁人 美國 很多政客 很多人都覺得 貿易戰是一個房子 還是怎樣 大樓大股 但其實他不覺得 在最後 世界霸權 和普世價值的增持 對 他覺得都是搞了那麼久 又真的影響到 本土的一些人 所以 如果是特朗普 下台的話 好像你這樣說 很多人都推到從來 那再談的時候 又是可能 很多事情都要談過的話 那中國怎樣回應 又會怎樣 我們更加直接的影響 香港 香港在他們的談判 籌碼的角色怎樣 所以這件事 其實是大家一定要關注的 那是怎樣 我覺得 有少少是會覺得 某些戰 我仍然不排除 可能會很快結束 即是突然間戲劇性的結束 因為結束 結束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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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當時訪問齊仔 齊仔說 我當然支持特朗普 當然不支持希拉里 希拉里這個人這麼狗 他一定想到方法 去剝削基層 特朗普和他什麼差都不懂 他一定會被政府制衡 結果很多人以為 他會亂搞的事情都搞不成 現在就是這樣 好 這一節到這裡